不管你是要在元旦廉價 搶著看2018年的第一刀曙光 還是準備帶著爸媽出去玩 手腳超快是必備的 因為各大運輸系統 已經提早推出優惠了 出運期總班次的45% 除了要搶票台鐵 還推出了18班區間快車 給東班部的民眾 雖然賣了兩個小時抵達 但到宜蘭只要100塊 到花蓮200元 高鐵的早鳥優惠 則是362個班次 提前訂有65折 不到不定性最高 三天廉價夜間免收費 但先前國慶廉價試辦過的 白天離逢優惠7折 可能要取消了 當然是比較便宜 比較打折比較好 打幾折大概是 六七折這樣吧 國外就是說那個 離間鋒時間的車票都比較便宜 使用力就會增加 高工局預估最快要到15號方案 才會出爐 但說到節能減碳 最好的辦法 還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第四種方式 客運也推出了86條 國道路線平均8.5折 雖然北高在間鋒時間 就要六個小時 但至少不用那麼早 花時間搶票還能省到荷包 這次是白週一 臺灣報導